阿森 那我覺得他其實很腿很軟 阿森阿 吉省這角色 而且吉省 吉省防守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是沒有加速的角色 你那個dash 你那個彈射是一定進不去的 你來不及去蓋那個帝王的那個 就是那個觸發帝王意識的那個拉桿上來 大迴環的那個 三井 有啊 他剛剛有做出正確的決定 就是按著接球速投 阿森有做到那件事就可以了 不過也可能跟我帶能量套有關係 但是沒有能量套遇到池上超難打的 池上根本就晃不倒 反正國服不怕阿神 老牧是一定不怕阿神的 還會康特他 他後撤他不能動 他後撤拜佛就吃地鈔了 所以吉省其實對上老牧壓力很大阿 他也不能一直做後撤拜佛的動作 那個有經驗的牧神一定就是帝王段 那個是一定沒問題的 他那個拜佛的時間太久了 對啊 有阿 我以為打得還不錯阿 第一顆空位接球速投跟那個第二顆我用大迴環分給他 他都知道接球速投就好了 而且我跟你講阿 像這種三井有沒有 欸那個誰阿 電療你還在嗎 你剛剛有沒有帶三分 其實工具位三井是要帶三分的 就是會比較優一點 就是如果有三分主攻這一顆是最好的 那假設你真的不小心被踩到干擾 你的命中率也會比較高一點 木真的要拖死 沒辦法阿 木不能不拖啦 阿木要打得有耐性阿 吉省兩種木都討厭 主播陸服的老木有人用嗎 有喔 進階木在陸服國服表現是還不差的 應該還行 要帶拳晃倒嗎 看打誰 打池上我覺得帶拳晃倒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根本就晃不太倒 打池上我覺得偏能量 他也要會站位阿 打池上我覺得帶拳晃倒他 他也那個 老佛他 這樣有辦法打 騙我不認識這個遊戲是不是 幹這會不會太擠阿 對面這樣拿 喔 全服第一池上莫非是我們邊緣 吉騰吉山的時候何時用干擾錢 看你打誰阿 打吉 大部分集訓工程 集訓山井 啊吧 集訓藤真打 打集訓山井大部分都會用干擾套 因為集訓山井他的手段 有些是你必須得小拆小拆的 所以沒辦法 按讚 幹 沒跟到 那有池上有點太急 挖掉 臭女子 沒掉 跳他 要跳啊要跳啊兄弟 我有機制 幹 帶鬼機 哎呀 fuck 完了 這個沒有很難守吧 就算我們進攻很難打 我真的太鐵了沒辦法 他拖一點能量 來 省下來 爽 時尚面前沒有機制球 確實 呵呵 幹 超紅 欸這個還是 不是 啊呵 木木沒有去冒他 露太多顆了 木木都一直靠我這邊 不知道衝他小耶 根本不用靠他了 被抗爛 還好啊內線不會蓋這個 我還是能打啊 我可以一直用這個循環 但是他要守得住啊 而且這個撞停我是可以地操的 不過先省個能量 冒不動 YES 不會啦 那個內線不會蓋大迴環 我就不客氣啦 欸不是欸 老哥 這個不能不會蓋啊 哇操 欸 全服第一池上竟然會露這個東西 讓我有點shock到啊 跳他跳他 冒他呀 為什麼不冒他呀 蛤 池上有大了 這就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那個虛晃灌籃怎麼可以露成這樣 那是我守福田去參考一下play1的那個狀況 那個play1是被我蓋二十幾分說 我們得二十幾分他都還在兩分的那種 然後我自己蓋一蓋了 好 靠我自己 我可以靠自己啊 人一定要靠自己 啊不想又點人 我不想又把他招點光 按太快了 靠北 算了還有一個大就好了 我可以靠自己 機智球 OK 圍巾 再省一個大 幹我要蓋他那個 OK 對嘛 拿這隻怎麼可能打 正常拿這隻一分都要沒有的 你看 這個 幹 啊你大張用喔 很浪費 兩個大一個球犬而已耶 啊幹 沒有那個 啊沒下帝王超 按到斧頭了 不是這個 這個防守守 那個是應該的 帝王三分 下課 這個防守守福田是應該的 而且我還沒有下帝王超在他撞緊的時候 哇他一直蓋不到這個好可惜喔 還好對面都沒進 真的不能勉強用那個頂後仰耶 他好腰 臭 欸 這一場很大的獲勝原因是因為對面內線太爛 講一句實在話是這樣啊 那個大迴環漏光光喔 然後我們的防守也有問題啊 他們兩個守福田沒守的那麼好 不然這角色怎麼可能拿得出來 肯定炸的 完了 分錯了 不知道我自己打 哎呀我就知道他會順便爆發會漏 我知道他沒會漏 好煩喔 有 補一個 哎呀 噢 嘖 幹這個木木怎麼不會守這個飄移投籃 我不懂為什麼木木要靠我這邊 他完全不用靠池上這裡 池上我就對著了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木木為什麼會一直蓋不到飄移 因為只要池上拿球 他就靠池上這裡 然後他永遠都靠池上這邊 所以那個飄移他一顆都沒蓋過 雖然是 最後一顆是我幫他踩的 為什麼你的那個飄移可以漏成這樣啊 那個飄移怎麼可能在木木面前投的出去 而且這陣容怎麼可能讓他投成這樣 正常來說應該是要瘋到死了